嗨 嗨大家好 我是Kevin 自從我之前購入了這一雙灰白色Dunk之後呢 就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私訊來詢問我說 Dunk要如何搭配 然後可不可以用它來拍攝一集Dunk的穿搭 當時我也答應了非常多人 不過我想了一下 如果一支影片就用一雙鞋來做穿搭的話 可能會稍微乏味 看久了會有點膩 所以這一次我就一共準備了五種配色的Dunk 來搭配出五種穿搭 讓各位除了這一雙之外 也有更多配色的穿搭參考 那我們就收到播說 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套就是搭配了 之前非常有話題性的Medium Curry 這一雙Medium Curry它的顏色啊 我當初看照片是比較偏向咖啡色 但實體的話我覺得它其實是 比較像是紅褐色的感覺 就是咖啡色 再多了一點點紅色的元素在上面 所以搭配上呢 我就是沿用它比較紅色的元素 在褲子選擇了之前非常喜歡的 來自Beams Plus的美軍運動短褲改良的前九紅色運動褲 讓下半身可以維持一個紅色的色調 衣服呢就是比較跳色 選擇了Human Mate跟Cost聯名的T恤 那顏色呢就是黃色跟紅色去做一個撞色比較繽紛 那為了讓整體的顏色可以再更繽紛呢 是我的帽子就是搭配了一樣 是Beams跟New Era聯名的帽款 然後這裡的顏色就是非常的豐富 但即便很豐富呢 在顏色的元素上啊 其實鞋子、褲子、衣服、帽子都是有呼應的 我自己覺得它就是在繽紛的色彩中 又可以維持視覺的協調 自己是蠻喜歡的 第二套 可以發現第一套跟第二號的衣服 剛好都是禮拜一的影片跟大家介紹的新短袖 因為那部影片沒放穿搭 就把它放到這一部裡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兩件我非常喜歡的搭配 這一套搭配的鞋款呢就是 這一批Dunk復刻裡面我第一雙入手的 就是這一個Community Garden 這雙鞋款呢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它的顏色以及細節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豐富 但因為它整雙是比較偏向綠色的色調嘛 所以說呢我的褲子就一樣選擇了均綠色 然後來自Stone Island的金屬尼龍長褲 用不同的材質跟它的帆布來堆疊出不同的效果 然後因為褲子是比較偏向那種機能的未來感 所以那衣服就選擇了來自Vicarious for a Day 上次跟大家介紹的這一件圖T 那它本身也是比較偏向Cyberpunk的風格嘛 搭配在一起就會蠻有一致性的 然後帽子的部分是搭配了來自日本的牌子HW Dog 我記得這牌子應該是這樣唸 所以它在側邊會有一個很標誌性的鈔票 剛好是頭跟腳是比較偏復古的人數 然後配上比較現代科技感的衣服 就有一種新舊合併的衝突感嘛 然後都是以均綠色的顏色當主體 來搭配出這一套Community Garden的穿搭 接下來第三雙就是這一雙密西根配色的Dunk 這一雙Dunk其實在我拿到實鞋之前 對它的感覺是比較一般偏還好 因為它的照片其實那個深藍滿暗的 就配色上我覺得普通一些 但實鞋呢因為它的皮革會帶有一點輕微的反光感 所以反而讓它的深藍色變得非常的有質感 整個鞋子的實體跟照片是完全兩個層次 那這套的穿搭呢就是走一個全身都同色調的搭配 選用鞋款裡面的深藍色為主要的顏色 帽子襯衫跟褲環都是選擇了深藍的顏色 襯衫就是來自GU的深藍條紋襯衫 然後這一件應該已經賣完了 不過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在私訊我說 是什麼牌子的 那它呢是來自GU的 然後GU的襯衫其實一直都不定期會推出一些寬版的開領襯衫 然後款式很多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不能記得去注意一下 必須再次聲明 這一雙密系跟現在價錢蠻漂亮的 那如果是想入手DUNK的朋友 又想有特色的話 這一雙我個人非常推薦 第四套就是搭配了這一雙白綠配色的DUNK 這一雙白綠配色的DUNK 它的綠色是比較偏向是深綠更多的幾分內斂的感覺 所以搭配上呢我就是選擇了用襯衫的方式來搭配它 比較帶有一點點正式 然後內斂的感覺就微微的啦 所以在衣服就是選擇了寬鬆的襯衫跟白色的綿質五分短褲 然後再配上了一頂帽子 然後一樣反戴增加隨性感 然後讓整體的感覺就是比較帶一點點正式的夏天街頭穿搭啦 因為可能大部分的人想到DUNK都會是配牛仔褲 然後比較休閒街頭 但我覺得有時候可以用這些比較深 然後比較內斂的顏色去搭配一些有領子的正式感的單品 其實搭配在一起也會有一個不一樣然後好看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那第四套就是這一雙白綠色搭配的穿搭 last one 第五套 也就是最多人在敲碗的灰白色DUNK的穿搭 那這一雙DUNK呢它看了這麼多雙 它依舊是我這麼多款DUNK裡面自己心中最喜歡的一款 因為它的顏色呢灰白色配白色很乾淨 當作白鞋搭配依然可以 但又維持了DUNK的配色以及輪廓 所以在整體的造型上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一雙 那這套搭配就是走一個非常寬鬆的路線 用了寬鬆的來自Wolf Sound的圖梯 再配了寬鬆的氣球褲 然後是偏米白色的 版型上呢雖然說衣服很寬 褲子也很寬 但是因為相對下來啊 鞋子的尺寸會比較小一些 然後加上我的褲子是屬於縮口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倒三角的輪廓 來維持我自己的身體比例 那在其他的配件上呢 搭配了一個來自SMG的紫色豹紋小包 它這上面的顏色是使用了紫色跟紅褐色 那這個呢也是比較偏酒紅色的 所以兩個搭在一起啊 我自己覺得莫名的和諧感寬鬆 用一些小配件來營造出細節 最後就是搭配上我自己非常喜歡的灰白色 來完成這一套穿搭 好那以上的五套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用DUNK來做的穿搭 那現在DUNK的配色啊真的非常的多 有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的配色 所以大家在購買的時候呢 一定要非常注意 假貨這件事情 那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之前的影片跟大家分享過一個平台 叫做LEGET 他們呢就是可以用你的鞋款 然後使用代幣去驗證球鞋是否為真偽嘛 他們現在呢有個新的功能就是交易功能 賣家呢可以透過驗證球鞋為正版之後呢去販售 然後大家可以去透過他們的平台去做買賣啊詢問的動作 同時呢在他們的平台購買之後呢也可以獲得一次額外的免費驗鞋的功能啦 所以如果最近要買球鞋或是你想買DUNK然後擔心真假貨問題的話 他們的平台驗貨或他們的平台交易區都可以參考去使用一下來避免買到假貨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平台就我上一次的實驗下來啊 驗證真偽的可信度是OK沒問題的 那就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讓大家對於DUNK的穿搭 沒什麼靈感的話可以有一些想法囉 好那今天就這樣想到請朋友喜歡 那別忘了訂閱我頻道還有IG然後小鈴鐺 請幫我點看我新影片那今天就這樣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